接下来补充一下,像现在目前我在Chrome里面已经OK了 你看,移过来,按下去 移过来,按下去 有没有,都可以变正常了 有没有 然后像我说在IE当中 我先重新整理一下 IE当中也是一样 移过去,按下去 有没有 移过去,按下去 其实连结都正常了 OK 这刚才我做了一个小动作 什么小动作呢 我把Visited 搬到了Hover之上 它就正常了 照理说这个CSS一般来讲没有什么的顺序 顺序型 但是请各位照这样子 你的顺序是放Link玩 下一个放Visited 再放Hover 再放Active 再放Active 可以吗 请各位把这个顺序弄这样子 把它在Chrome里面浏览就正常了 就正常了 OK 像你的超连结 就可以变得很多远化 很多远化 OK 所以 其实我们标签还有几个比较特别的 还要再慢慢跟各位讲 但是呢 我们设计网页 当时会有 现在都只是让各位测试 我们正式在设计一个网站的网页 还有特定的顺序 现在还没跟各位讲到 现在我们都是单页单页 然后把里面的去设计一些东西 先把几个CSS跟几个标签先熟悉一下 回去呢 你可以尝试多设计一下 然后呢 也请各位回去先开始思考问题 你要设计的网页 甚至放在你的部落格 所以当时你可以选择你要设计部落格 还是设计网页 但是还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 各位来能够设计 但是 如果真的来不及 起码部落格 或者是网页设计的 来跟各位讲 那你起码要有哪几个超连结 一定要的 好不好 至少符合超连结 然后最后一个P6 叫做回收页 好不好 那各位可以 我开始去想各位 里面的内容要什么 但是 你也可以不用遵照我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个自我 那个 跟个人的 网页 个人网页 基本条件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要做个人网页 那起码要有几个超连结 第一个 比如说 你至少放一个自我介绍 OK 自我介绍 第二个呢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可能的主题 还有第三个 等一下 我等一下 最后慢慢再讲 第四个呢 你可以做一个叫做 好战连结 你可以成立一些 连到外面的网页 你觉得不错的可以介绍一个这样 或者使用的工具网页 或者是什么样的都可以 甚至呢 大概之前有人提说 哎 你没有少读的网页 哎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的网页 哎 如果你有测试一个免费的少读网页 或者什么等等 你可以把这些好的超连结 加进去 然后最后一个 五 总是要有一个联络方式 人家怎么联络你 当然你不一定要洗到自己的手机 但是如果你觉得 哎 我就是要让人家打手机找到我们 那你就可以 把它加上去 最后一 最后第一个下就是回省 起码回到第一个 然后呢 你看说二三是什么 二三的情况就是说 哎 比如说各位散散的是什么 哎 各位喜欢吃 可以吃 那你就可以呀 你就可以做一个 那个什么 美食网站介绍 美食介绍 也可以 你自己看一下那个 你希望是 那个什么 啊 当然 或者是你喜欢旅游 你可以考虑旅游 啊 或者是配等等 然后呢 当然也许你美食 或者旅游 平常设议 那当然 你就可以加个设议 或者是 当然你也 可能这二三 让各位自己考虑 你要做什么 或者是你可以加一个 叫做 近期活动公告 你可以 放一个到的 近期活动公告 这些都是可以 各位可以斟酌 加进去的 啊 都可以加在你的 那个个人网页 或个人部落里头 你可以把设计进去 然后 现在有空 请你把你要 做的那些资料 图片开始收集 然后资料 文字写在哪里 你可以打在word上 打到基层本里面 先收好 我们再排版 但是我们排版到时候 我有特别的排版方式 我们一直在跟各位想 我们到时候 我们可以想像一页一页 头头 因为不是上面到时候 还有什么横幅的图片 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操线 我当中可以请各位设计 一个 一个整体的 就像各位可以看到 我这边 我的个人网页 有没有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个人网页 你看 我的第一页 我先回首页 我的第一页 长这样子 然后 每一个大象 每一个大象 有一个边框 矿柱 有没有 这边都只是做简单的介绍 哪里有行政 哪里有行政 然后呢 接下来 你随便挑到一页 比如说解说心情 诶 它就是这样子 表格型的 然后每一个都有朝眼睛 然后呢 你今天再换到知行之旅 也是一样 边框的 里面有那个 空中有页 诶 看到了 里面大致 每一页好像都差不多了 这 你 这样你在这里面 浏览 只要只是这个表格里面有颜色 我故意射得不太一样 有没有 好 其他都差不多了 因为这是你整整体是你的网站 你的风格要固定住 你要把你的整个网站 每一页的风格要固定住 可是你的每一页风格都固定住 你要一页一页设计吗 你的风格每次都要一页一页去设计 不用 我们到时候会跟各位讲 整个你先把整个的样式都设计好了之后 接下来产生其他页就很快 然后到时候把你的 把你的 把你的那个要的文字 都贴到各个不同的页 很快的排版 就排版完了 好到这边跟各位讲 今天我们都只是教各位一页一页 然后重点是去熟悉 HTML语法跟CSS 然后之后我们到时候整体的做法 会在各位讲 好不好 所以现在因为 距离我们下一次上课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虽然各位还有其他的课 那个理老师的课 还有课还有在上 但是别忘记这个网列设计的 不要漏掉 不要停下来 有空回去做 先练习设计 然后收集资料 收集你要放的东西 但是你也可以参考我的 网站上 我可能我有放好些东西 你也可以斟酌 要不要放这些东西 不是说放我的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你今天 有这种论语的 你可不可以放收集论语 就是说你看到 那些课程的介绍 你有没有放进来 或者是好笑的影片 你当然也可以收集一个好笑的影片 ok 好 那有空你就把它记录到我的里面 去这里 好了 之后我会把它教各位怎么做 好不好 好 那对不起 今天耽误各位 后面再做耽误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